这个牌子这几年发展的是风生水起 这跟他老板是完全离不了关系的 他作为一个北方人 毅然决然为了一个品牌的发展 来到了广东洋江 自己去直接干供应链去了 自己来把这个东西的生产设计 从头到尾自己全部都走完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作为一个北方人去南方 就这个天气问题就受不了 难受死了 我去南方待着只能冬天去 我夏天去南方我就死到那了 真是没法来 OK 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介绍他玩具 是整个系列 然后咱们来一点一点介绍 然后这个是他的像素表 大家可以截图一并观看 OK 咱们先来看左边这几个 这个是他的最新款 洞 洞呢 它有N多版本 这个牌子就喜欢用N多版本 然后让你有一个很多很多的选择 首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猛马牙加SBCG2的一个钢材 第二个也是 为什么两个重复的要一起拍呢 因为这种天然材料一个一个样 它不像那种碳线味对吧 都一样 但这种天然材料呢就不一样 天然材料它这个不同 SBCG2是日本的钢材 宋天巨南就用这个钢材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看旁边这个 这个是一个SBCG2路角的版本 这是一个紫铜碳纤维的版本 这是碳纤维啊 不是铜嘛 M390拉丝 北上的拉丝做的超级漂亮 看这个 这两只看起来像一样的对不对 但实际上不是一样的 这是驼骨的 驼骨的比较透 而这个牙饼的呢就更饱满 左边是牙饼的 这个是驼骨饼的 能看出来了 有不同的区别 价格差的非常多啊 这个牙饼呢要1399 这个是990 就差很多了 就这个猛马是很贵的 这也是猛马 这也是猛马 这是猛马的皮 这是猛马的里边 两者的差距很大的 这个就是天然材料 我跟我们来看这个啊 这是它最新款的银杀 也是一个口袋刀 忘了说了啊 洞跟银杀都是非常和谐的 没有锁 小尺寸的 左边的六个是它的一个限量款 只给我们了 是一个猛马牙旧尺 化石 这也是猛马 看到没有 猛马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这也是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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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就是材料不一样 这是做的染色工艺 很漂亮啊 这六个 这六个是猛马的限定款 它有这个薄衣头的 有圆头的 都是无锁的 M390 刚购的 整体这个细节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整体这个拼接的细节超级漂亮 都是无锁的 非常和谐 然后这几个是990 这两只看起来是基本一样的 对吧 但实际上它的饼材还是不一样 这是白背的 淡水的 这是白叠的 这是海水的 整体这个会更透 里边有钻的感觉 这个就是比较绵柔的感觉 跟喝酒似的 这个是590 这是890 就是因为手柄的差异 它的刀片啊 用料都是一样的 M390 很漂亮 无锁的 很和谐 看一下这只洞 细节是非常非常的精湛的 这种小尺寸的口袋刀 手工的哦 他们这个天然材质的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 手工抛出来的 洞 这是我今年见过 很精美的口袋刀了 看下一只 好像鹿角的这一只 这个细节是不怕看的 还有这个紫铜的碳纤维版本 M390拉斯 猛马的M390拉斯 脱骨的M390拉斯 看下银纱 银纱的这小端面 每一只都不同 这一只细节是不怕看的 嗯 OK 咱们今天的这一期 介绍这两个型号 咱们下一期介绍离 再下一期咱们介绍上面的 OK 咱们第一排的介绍就到这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介绍第二排